秦江叛變是否已死亡 分析說中共黨內或醞釀政變 中國通宿前兆 CPI創三年最大跌幅 王滬寧親自指揮 中共介入台灣大選規模空前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1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我是雪兒 近日有美媒爆料 稱中共慈外長秦江 可能7月間死於自殺或酷刑 這個消息的真實性引發爭議 有分析認為 秦江死信疑點重重 凸顯中共黨魁方寸大亂 黨內則可能醞釀一場 針對中共黨魁的政變 美國媒體政客《警歐洲版》 12月6日發表美儲名報導 引用據稱是來自中共內部消息說 俄羅斯外交副部長魯登科 在6月底訪華時 向中共黨魁告密 稱秦江同火戰軍高層叛變 將中共核機密洩漏給西方情報機構 秦江已在7月下旬 在北京一間為中共高層領導人服務的軍事醫院 死於自殺或酷刑 7月下旬 網上曾經熱傳秦江死亡的消息 當時的傳聞稱秦江死於肝壞死、被自殺或被注射死等等 死亡地點被指是北京301醫院 對美媒報導秦江已死 網上很多人傳移 香港資深媒體人顏垂鈾 12月8日在Facebook發文稱 秦江死信有六大疑點 疑點一 秦江爬到中共外長之位 正當官運亨通 隻手可熱的時候 美國人要提供幾大物質引誘 才足以令他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險 涉及間諜案不太可能 疑點二 有關秦江聯合火箭軍高官出賣核武機密 據說是涉及外交部和軍方的間諜窩案 但中共不同部門之間迫履心嚴 不可能建立那麼危險的合作關係 疑點三 據說核武機密是由火箭軍副部長的兒子提供給美國的 但火箭軍機密一定是最高級別的絕密 不可能有一個副部長帶回家 還被他的兒子帶出國獻保 二點四 美國得到中共這批絕密文件一定視為最高機密 不可能被俄國間諜得到消息 而且中共亦不可能輕信 二點五 秦江囚禁在301醫院一定看管心嚴 沒甚麼可能有自殺機會 中共殘忍奸狗 用刑亦有辦法令當事人痛不欲生而不止於死亡 疑點六 秦江案疑點重重 美國媒體為何輕易將來自所謂中共黨內的秦江死訊 當作重大新聞披露 顏瑞歐表示 如果美國媒體是中共有意為了 這樣證明秦江案卻不是涉物的問題 一定令外有難言之忍 事情應該涉及更難看更不可言說的內情 必須轉移公眾視線 對秦江死訊 女美學者吳作萊 12月8日對大紀元表示 這是有人通過海外爆料 致對首於死地 她說看制內 誰最害怕秦江還生存 當然是戰狼集團 今次非常密集 傳播秦江的各種故事 應該是有人故意而為之 秦是中共黨魁親自提上去的 是用於制行外交戰狼一火獨大 因為私人情感而落臺 只要中共黨魁不發話 不會有人行刑逼供折騰她 看看傳言能夠飛多遠 有關秦江出事 之前傳出秦江涉及分愛情 和涉疊等醜聞 還有消息原指 秦江因外交部內鬥而出事 7月17日 女奧法學家袁洪斌曾對大紀元透露 秦江曾與王毅爭權 王毅認為秦江要對美國的間諜氣球事件等 導致中共處於外交被動的事件負責 而且秦江霸注了一些王毅所重用的人 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趙立堅 這些都觸動了王毅的利益 兩個人的權力鬥爭達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秦江還被指和今年接替她出任中共駐美大使的謝鋒 互相不待見 7月19日 在美國阿斯鵬安全論壇上 當謝鋒被主持人問到中共外長秦江在哪裡的時候 謝鋒回答 讓我們拭目以待 跟著自己笑出聲來 袁上海企業家胡力任8日亦對大紀元表示 秦江生死已經不重要 他認同死人 但這件事至少可以說明 中共政壇現在處於相互殘殺的局面 胡力任說 共產黨歷史歷代是這樣 作為一個獨裁者 他肯定要將身邊很多人打倒 中共黨魁是和毛澤東一樣疑心很重的人 除了秦江近期李尚福失蹤後 避免去國防部長職務 火箭軍大批將領傳出事 Politico的報導認為 這些官員被關押令人懷疑中共政權內部的穩定性 顏純歐前述文章還說 秦江的生死 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的空缺長期未保 都以向公眾交代 都以自圓其說 這些都是難題 他說秦李下台要補缺本來不應該太難 但中共黨魁方寸大亂 疑心生暗鬼 黨內利益擺不平 黨國開始暴入無人駕駛狀態 他表示 在中共體制內 在中共黨魁全面掌權獨裁之後 最嚴重 最不容忍的案 一定是密謀推翻中共黨魁的政治案 黨內有沒有可能 拆毀一場針對中共黨魁的政變? 本來是很難的 但當中共黨魁將黨的利益隨意揮霍 將中共江山搞到風雨飄搖 直接危及紅二代以及在職和退休高官的身家性命 到時候 反對力量就有機會成氣候 政治野心家孤注一擇 意圖取代中共黨魁 這也是有可能 胡力任也對大紀元表示 長江是否死亡不算重要 現在更值得關注的就是 會否有不同的派別對中共黨魁落手 這可能是中國的一個轉折點 他認為 中共黨魁搞獨裁 令黨內外很多人受到打擊 特別是令一些派系也不甘心 也包括紅二代 他說 中國很有可能 就在這兩年內發生很大的政治變革 前提就是中共黨魁落台或者被整死 原本在上海經營企業的胡力任 在2018年底來到美國 並定居在佛羅里達海邊 胡力任說 他早就知道中共黨魁很怕死 2018年 中共黨魁去上海 就有5公里保衛圈 他參加的活動 就是5公里之內全部清場 整個保安工作 大概出動了2萬名警察和軍人 他的內陷保安圈1公里之外 上海的保安人員都無法進入 中共國家統計局12月9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中共國家統計局12月9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11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年減0.5% 創下3年來最大降幅 這並是中共通貨緊縮的前兆 數據顯示 11月食品煙酒類價格同比下降2.2% 影響CPI下降約0.64% 食品中速肉類價格下降19.2% 影響CPI下降約0.72% 其中單是豬肉價格下降了31.8% 影響CPI下降約0.58% 11月中國CPI還比下降0.5% 這個更大於彭博社經濟學家預計的0.2% 更創下2020年11月以來同比最大降幅 另外中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11月同比下降3% 還比下降0.3% 而經濟學家預測下降2.8% 之前中國PPI在10月份下降2.6% 下降速度之快超出了專家預期 這個已經是中國PPI連續第14個月下降 也是自8月份以來下降最快的一個月 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CPI下跌 在今年經濟復甦不如外界預期的情況下 物價下跌可能是中國通貨緊縮的前兆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遭受多重因素打擊 包括地方政府債務增加 房地產市場接連爆煲 以及國內外需求不振 消費者在經濟復甦難以實現的情況下 緊縮銀根 彭博經濟研究的專家預計 中國通縮的風險將持續到2024年 因為沒有足夠刺激來應對抑制需求 和價格的樓市低迷 10月5日 國際評級公司目的 對中國的信用評級發出了降級警告 將評級展望從穩定調整為負面 指出構造地方政府和國企 以及控制房地產危機的成本 將會拖累中國經濟 此外目的還將18間中國企業 和8間中國銀行的評級展望 從穩定調整到負面 外界預測 這個可能意味著明年的中國經濟 將延續今年的疲約態勢 台灣大選臨近 中共對大選的干預也在加碼 有台灣內部消息稱 中共在12月初召開高層會議 協調對台灣大選的干擾行動 台灣大選將於明年1月13日舉行 據台灣國安官員透露 中共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滬寧 在12月初召集重要會議 協調中共各部門應對台灣大選的工作 重點在於既要維持願意緩和局勢的表面 又要確保對台灣大選各項工作的有效性和協調性 不能被外界發現並指責它介入選舉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滬寧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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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 都是前所未見的 所以連美國拜登都要直接警告中共 不要介入台灣選舉 因為這是一場涵蓋軍事、間諜、認知、心理 和經濟層面的大規模超限戰 中華民國國防部上星期五 即12月8日表示 偵測到12架中方戰鬥機 和一個疑似氣象氣球飛越了台灣海峽中線 在大選前一個月 這種公然舉動令兩岸緊張局勢加劇 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吳超舌 同日批評中共國台辦公然干預選舉 吳超舌說 如果你聽聽中共國台辦的聲明 你會發現這個太公然了 他們想要影響選舉的結果 他們正在告訴台灣人民 如果你投票給這個政黨 這個意味著戰爭 投票給另一個政黨意味著和平 分析指出 中共干預台灣大選的首要目的 是改變選民的投票意向 分化台灣 而台灣人民要做的就是認清中共 唐浩說 中共深層的戰略目的 是要令台灣社會更加分裂 對立 彼此不信任 甚至彼此仇恨 這樣 就能進一步瓦解台灣 抵抗中共的意志和能力 同時有利於中共的分化統戰 各個擊破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客說 台灣人民和台灣當局 對中共不能抱任何的幻想 台灣人民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認清中共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選擇誰來做總統 這是要台灣真實的民意的選擇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因為台灣是個民主政體 它按照它的法治程度 來正常進行就可以了 唐浩說 台灣已經在努力應對中共的戒選 政府不斷發出各種澄清聲明 來破解中共假信息的認知戰 民間和學界也持續揭露 中共戒選的各種手段 但是一個關鍵隱患是 台灣大約有六成的選民 是政治光譜比較鮮明 各自維護特定政黨 加上今次中共的認知戰 信息量非常龐大 所以會有一批選民 不一定相信中共戒選是真的 反而會認為 是對手刻意抹紅的政治栽贓 所以今次台灣抵抗中共戒選的成效 會有多大 要等到選後才知道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 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請大家